展人坑有多可怕你真的知道吗 这里是贵州一农田旁边的无底飞动 深坑历经沧海桑田已存在数个世纪 当地老人直言内部白骨成堆 至今从无活人下到底部全身而退 百多年前有一地主管家带上一箱子下入其中 从此也无音讯 那么坑底究竟是何模样 我们决定利用专业SRT技术 深入展人坑内部一探究竟 第十三天三夜终于来到了展人坑的旁边 展人坑就在这条公路的侧面 可以看到旁边是用巨石把展人坑的坑口给围起来了 这时候我们就从这里丢石头下去看一下 看看展人坑里面究竟有多深 然后我们待会利用索件的方式 下去看一下下面是不是有白骨无数的场景 我说里面还有当地的地主藏着什么红色的箱子 用绳索放下去的 不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我们这时候丢个石头看一下 我们在对这种天坑或者竖井丢石头的时候 一定要周边查看一下 因为现在热爱极限运动的人特别多 看周围有没有这个绳索 要是没有绳索的话 天坑下面是绝对不会存在有人的 我现在查看了一下很安全 我丢石头了 读一下秒 我的天哪 大家听到没有 差不多10秒左右 比如说天坑应该是100米到180米的这样一个深度 石头落地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小平台 也许下去还更深 那今天呢将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探险之旅 好了 我们穿上专业装备 准备下降 穿好了这个进行锁降高工作业的安全装备 马上就开始下降这个展人坑 大家也可以跟着我的镜头去里面看一下 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 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没人敢下去 可以看到小詹姆这时候是作为副先锋 在这里送绳子 全地传说已经到下面开线去了 哈喽大家好 这次的探索呢 引起了当地的村民的围观 因为毕竟是一百多年来 没有人下去过 现在是霍亚阿智正在下降 随后呢就是向阳下降 然后我来收尾 霍亚向阳正在下降 它现在是穿戴了专业保护 大家是一定不要模仿 是最后一个下降的 在这里收尾 我们可以看到我是做了安全保护的 哇塞 来看这个深坑 真的深不见底 我们现在穿戴了专业保护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马上呢你就进行一个下降 开枕 好吓人啊 不知道这个探人坑里面究竟有没有白骨遍地的景象 我来到了中间这个平台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的空间非常大 可能有三五亩地这样一个面积啊 这是典型的塌陷型的深坑 也可以称为树井 这个算不上天坑啊 可以看到这周围的岩层呢 都是这种非常松散的夜岩层 曾经呢 这个上面的这个窗口啊 可能是 风起来的啊 由于这个地壳的变化 加上这个水流的融石了 这个上面就崩塌了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一百多米深啊 四五亩地的这样一个深坑 我分析这就是这个展人坑形成的原因 现在是最后一降了 这一段呢 垂直悬空有八十来米 哇 看着好恐怖啊 不过我们都是穿戴了专业保护的 现在由户外阿治了 所以我们下降了先锋 先搞啊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 可以看到它是全套的安全 装备上升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安全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好了 我们继续开干吧 现在向阳穿戴装备正在下降啊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这下去的高度是三十多层楼 我们队友在那边啊 前地传说 霍亚阿治和山里跳 这显得好渺小啊 大家能在屏幕当中找到他们吗 哇 一身到底八十多米啊 非常的nice 我穿戴了专业保护 而且呢 是专业的操作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我们从这里看 这个窗口 非常的渺小 下面的面积挺大的啊 还有四五亩地 我们马上就能够揭晓这个天坑底部的谜团了 看一下展人坑里面究竟有没有这个白骨成堆的景象 开始下降了 咱们将给到什么里面东西 我们上去的颜色 我们下来这边下降了 咱们把红色拉掌 这样子没有想像 进去啦 我们下来再有一颗 我们下来这段里面 我们下来 等会儿我休息一会儿 这时候我就成功的 非常安全的下降到了天坑底部 这个算不上是一个田坑 它只能算是一个树井 所以当地人说这是一个展人坑 但是你们发现了白骨没有 发现了 在哪里 在那边 大家看这个下面又好像 十多个篮球场这样大的一个面积 非常的震撼 这里还有泥石流 冲下来的这些树枝 还有这个旅途混着石头 好了 我们边走边探索 出发 展人坑的底部 它有四十多米宽 一百多米长 哇塞 从这里看上去 我的天哪 这一个坐井观天的感觉 这里就是我们贵州通天罗 看一下究竟有没有地主 在这里丢的红色箱子 看一下 箱子没看到 看到了一个黄色的 这个尼龙口袋 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这个下面有很多这个泥沙呀 给堵起来了 我就说这是一个塌陷型的天坑 因为曾经在崩塌的那一瞬间 涌下来了太多的这个泥石流 把这个坑底填得非常的平整 我们继续前进 哇大家看 大家能够想象 这个石头是从上面砸下来的吗 这就是从上面一下砸下来 然后把这个泥石流 给震到一边去了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插线 哇看到没有 这边非常不稳定 我们绕开这里 看一下这边是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消水坑 消水坑 所有的水都是从这里消下去的 这个盐层还是非常稳定的 这下面好平啊 可以看到堆友在那里 离我这么远 这个下面我想的话 要是种那个冬菌啊 种香菇都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个天坑底部 它是四季恒温 那个上面好像是有个洞道 在那里 这里有一个水坑 这里真的是冬暖夏凉啊 一个避暑圣地 咱们看 这个水流 常年累月的从上面冲刷下来 然后这个坑底的泥土 就形成了这种 像城堡一样的形状 它这是因为这个泥土的顶部 有一个石头 那石头呢 就挡住了这个泥土 避免了这个石头 被这个雨水冲刷 所以它就形成了像塔一样的形状 什么 这里啊 发现有骨头啊 看到没有 哦 真的 这些什么关节的骨头 这是骨骨头啊 大腿骨 对 这就是个大腿骨啊 可以看到 它下面有石头顶着吗 它没有陷下去 对对对 有可能你站到这下面 全都是一具完整的 你不要站到这边 看到这里也一块 这里也一块 哇塞 看到没 那里有一块 那里还有 看到没 被冲得很乱 那底盖看 嗯 那底盖 是的 那个年代已经非常久了 还有这么长的一根在那边 散落在那边 哇塞 被泥土包裹出的 走咱们去看一下 你从那边走 从那边上去 大家看这里 哇 这像一只鳄鱼爬在这里 原来是个木头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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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木头 这个树井底部 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坑 而且这个丢下来的木头 也长满了这个菌类 这几种 不过贵州这边也是有金丝南墨的 这个下面呢 也是一个小水坑 这个树井底部了 总共有六七个小水坑 然后那里有个洞道 咱们这时候上去查看一下 现在咱们去那个神秘的黑洞看一下 哇塞 感觉很神秘啊 这个有可能就是 当年那个地主啊 放红色箱子的位置 也有可能是他们说的 这个白骨成堆的那个位置 咱们这时候就上去一探究竟 已经爬上来了 这个洞口了 就在前方 这里不好拍啊 我上去了再拍给大家看 走 咱们继续前进 现在我的队友他们也过来了 在这边呢 发现了有这个骨头 这个应该是当时那个地主啊 他的那个管家带了个红色箱子 最后就走到这里来了 在这个前面呢 没有发现 所以说这应该是展人坑的最深处 可以看到前面是盲动到了 好我们原路返回 刚刚从这个洞口下来了 在里面呢 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白骨啊 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留下的 这时候呢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天坑底部 回来时就发现 山里跳和前地传说是已经上去了 这时候呢 趴子正在上升 然后 随后就是我和向阳 可以看到 趴子在趴子 这里上去有八九十米啊 垂直悬空 这个天坑的总程度 差不多是一百八十来米 好了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 好吗